警方拿著立委候選人布條 詢問一旁 看起來不知所措的老翁 原來他將這個價值 3400元競選布條給偷了 可能有點討厭他 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那幾塊布 可能就把他當作廢棄物 去把他拿走 我覺得不可取 這個是競選人的棋子 當時這名70多歲的老翁 騎著腳踏車在小港區 用手拉下布條 折起來放在腳踏車後座 離開現場 立委候選人助理 驚覺布條被偷報警 警方立即調閱監視器逮人 老翁表示自己為了遮蓋草地 才會拿走布條 沒想到事情會這麼嚴重 為了遮潮皮偷競選布條處罰 恐怕還得賠償布條費用 實在得不償失 三內新聞 劉安靜成員高雄報導 好